注册慈善机构需要保存某些财务和经营记录,履行对ACNC的义务。 本短片对年度信息声明做出了说明,一些慈善机构还需要提交财务报告,在此不做介绍。 既然您的慈善机构已向ACNC注册,您就需要保存记录并向我们提交报告。 这一开始似乎令人感到为难,但您会发现实际上非常容易。 保存记录可能是您已经在做的事情,事实上按照其他法规或内部规定,您的慈善机构可能已经要求保存记录。 您需要保存的财务记录和经营记录。 财务记录包括慈善机构的财务信息,以便可以制作财务报告。 这些记录包括收据、发票、银行记录、合同资料、拨款支付资料以及工资记录。 经营记录是证明慈善机构达到我们要求的其他任何文件,如会议纪要、报告、慈善机构活动、项目或服务的书面资料。 这些文件表明机构的工作符合其慈善目的。 除非我们要求,否则您其实不必向我们提供记录。 知道这一点很重要,但您确实需要将这些记录保存7年,而且要确保所保存的记录容易查找。 然后,还有通过年度信息声明递交的年度报告。 网上提交是提交年度信息声明的最简单的方法。 一旦我们收到这些信息,就会将信息放在我们网上的ACNC登记册上,让公众能够了解您的慈善机构的更多情况。 那么您什么时候必须提交慈善机构的年度信息声明呢? 您必须在慈善机构报告期结束后的6个月之内提交声明。 请务必在报告期结束之后才提交声明。 如果您的慈善机构的报告期不是7月1号或6月30号的财政年度, 您就需要在开始提交慈善机构的年度信息声明之前申请一个不同的报告期。 最好尽快通知我们,从慈善机构的报告期结束开始, 您有6个月的时间提交慈善机构的声明。 如果您在提交声明后意识到自己遗漏了信息或列入错误的信息, 您就需要重新提交声明。 请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能够将您已经提交的表格改为未完成状态, 让您才可以做出必要的修改。 如果您知道自己需要提供慈善机构的一些信息, 但不希望这些信息发布在ACNC登记册上, 在有限的情况下,您可以在提交年度信息声明之前, 请求将这些信息不予公布。 您可以在登入提交声明后提出这一请求, 但请记住,对于董事会或委员会成员或受托人等负责人来说, 只会公布他们的姓名以及所担任的职务。 到现在,您可能还想知道, 如果您向ACNC报告的话, 那么是否仍然需要向其他监管机构报告? 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慈善机构的结构方式以及所在地点。 比如说,属于公司的慈善机构, 现在通常需要向ACNC通知变更情况并做出报告, 不再需要付费, 而不需要向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做出报告。 如要了解详情, 请阅读我们有关ASIC和ACNC的指南。 因此,概括而言, 您的慈善机构需要保存财务记录和经营记录, 提交年度信息声明。 请查看您的慈善机构的报告期。 如果您需要不同的报告期, 或者希望一些信息不公布在登记册上, 请告诉我们。 本短篇介绍的只是年度信息声明, 不含任何财务问题。 大中型慈善机构需要提交财务报告, 小型慈善机构可以选择是否提交财务报告。 有关财务报告的更多情况, 请浏览acnc.gov.au slash reporting slash reporting